这一次是光天化日之下,偷天换日 把美国司法部所有的Trust D和共产党的勾兑 这个PASS PAG在美国人面前表演了一次 共产党夺牛,PAG夺牛 我能让司法部委任的Trust D 我找个理由把它干掉,换成我的马仔 PASS厉害吗?能让你郭文贵从纽约南区法官这 不经过判决,不经培设团,简易判决 让你两亿多美金,然后七个申请破产 我不让你破产,好,我说我不破产 然后家人支持我破产,不让你破产,好,我同意不破产 不破产也不行,最后申请Trust D Trust D人家指定了一个,就是美国司法部 指定了一个完全德高望重的一个人,共和党人 不行,最后PASS以这个人有conflict,利益冲突 是什么,原来的一个律师叔叔 一个人曾经到他所干过,你说这王八蛋逻辑啊 结果指定了一个叫Paul Hanson Paul Hanson是在中共国代理什么阿里巴巴、碧安 什么潘石屹,而且是PAG房地产 PAG这个订购的法律律师,这不是利益冲突了 他就是一伙子,他亲爹和儿子的关系 上千个律师啊,指定为七哥的所谓的Trust D 啥叫Trust D知道吗?就没有七哥了 就七哥的内裤、袜子、什么东西他又全给他了 拿走,就这么厉害 据说我与我给人家利益冲突 开启止 中国散播 山 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受到了虐待 要让这些人看到美国你们的司法 不仅有Joe Lowe、Hagin Basen 司法部第一个腐败案 你不要遣返郭文贵 你不仅有斯蒂芬·文 你不仅有Elly Brady、Liquelum Davis 你不仅有一个又一个的这事 你还会看到PAD和共产党之间的勾兑 能把美国的Trust D 能从纽约南极法院把郭文贵整到这 我创造了美国N个第一 最大的罚款、最多的罚款、单日最多的罚款 没经过判决的审判的单日罚款 然后从第一天就不让我上庭 五年后就判决你的罚款 然后不让你破传的罚款 美国这个国家 你可以玩弄它一时 你可以欺骗它一时 你不可能永远骗下去 任何人在我见太多了 我们用了五年让共产党 一次又一次玩弄这个案子 什么Marie强奸案今年年底到期 就是他本人不来 这个案子他就输了 那就不是他强奸我了 是他诽谤我 时间会给你答案 吴征为什么为Marie付钱 胡舒立安排了 说胡舒立听说了Marie被强奸了 从蓝裤变成了红内裤了 然后呢就告诉吴征你去救他去 然后就报案了 然后孙力军就出来了 孙力军说我要康复正义 然后孟建柱说我们要解救蓝裤杂红裤杂的Marie 五年几十次就来不来 吴征是这个案子背后的支付款者 艾利博伊迪是案子的背后付款者 斯蒂芬问是事情的参与者的付款者 是吧 海根巴森摩拿了七千多万美元 要强一下全司法部官员 现在美国司法部这个黑手并没有出去 这件事情最终一定会还原 他们出手 这会在美国大大的揭穿 共产党在整个美国律师界 司法局法院检察官 整个领域的渗透和制造虚假 还有利益 P.A.G.这个案子最后 一定会 七哥会被最后的结果是一分钱都不欠他的 而且所有跟P.A.G.勾兑的律师 司法部官员 香港官员 P.A.G.的什么所有的高管 律师 内部律师 什么Andy Mauss Peter Wynn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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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进监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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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